社交网站Facebook以及旗下的Instagram及WhatsApp 香港时间周一、四日、深夜同时死机超过7个小时 为200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死机 影响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用户 Facebook此次全网死机拖累股价收市跌4.89% 至326.23美元 创始人朱克伯格的个人财富在几个小时内缩水了近70亿美元 朱克伯格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中排名低于比尔盖茨 位列第五位 该指数显示自9月13日以来 他已经损失了约190亿美元的财富 当时他的身价接近1400亿美元